你会跟我们原始的空间会有一些区别 这就需要大家呢 在空间的基础之上进行调整 所以大家在使用中呢 先要对空间本身的一些属性情形了解 举个例子 好 大家看到这个账户和Hello这个奔地框 所在区域并不是一个区域里来 那我们准备调整呢 我们点右键有一个审查元素 可以通过这个文档中的SATS属性看到 Input框在这个位置 它现在占的是60%的宽度 Inland Block 账户的标签呢 也是Inland Block Valice是5个EM 也就是说它这个占的宽度啊 永远是5个EM 好 那么我们如果调整 才能让账户和Hello在一行里 并且显示效果比较好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首先账户这一行里面 它用的属性中会包含几个什么属性 首先它包含的是Inland Block和5EM 那么我们只要把Inland Block中的这个Block去掉 好 这样看到这在一行里了 但是账户比较靠上 原因是这个地方是Top 我们改成成Meter 好 这就在一行里了 所以说我们标准的话 是把这两个属性进行修改 如何修改呢 很简单 最直接的方法呢 是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Style 预览一下 好 好 就在一行里面了 但是 这个写法跟我们平常正常的 我们希望的规则必不相符 为什么呢 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去使用 Glass类来管理而不是使用Style属性的去处理 因为这样会造成我们代码比较难以维护 比如说我需要调整效果的时候 这个类 这个这个 多个地方采用同一个Style属性去处理的时候 比较难以控制 那怎么使用控制呢 那我们可以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这个UiBase UiMedia或UiApple里面 相对应的 我们先建一个CSS的文件 好 其他我们建一个CSS文件 或者呢 我们直接在网页的最上面这个部位 直接添加这个对应的类的关系 好 我们增加一个类 UiText inLine 我们定义了VorticalElegant是Middle Display是InLine属性 把这个类呢 放到我们下面代码中去 账户 预览一下 好 你会发现没有效果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这个查看器看一下 好 我们新加了UiText inLine这张属性被覆盖掉了 这个UiText inLine 里面还是继续是这样的处境 原因是这个是优先级的问题了 那现在我们希望这个优先级高 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在刚才声明的这个CSS类里面 进行压一行 Important 再次预览 好 现在就正常了 我们查看一下CSS框架类 很方便看到 刚才我们这两项 是被覆盖掉了 现在这两项变为最确线级最高的 而这两项被覆盖掉了 这样我们就调整完这个界面了 到此呢 我们已经把基本的我们的页面规则 窗口规则和我们的一些基本空间的使用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来调整自己更多的界面效果 来丰富自己的音乐 再次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